小王住在杭州西城年华小区 他说的停车场就是底商边上这些区域 靠路边设有隔离墩 有两个道闸可以进出 小王说业主在这停车 费用是每月100元 这个月21号晚上 他把车停在这个位置 没有车位线 因为有维持秩序的保安 他是他当时让我尽量地靠近左边 然后让我指挥我停进来的 大概是这块砖 到我脚下的这块砖的这个位置 然后离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看到那个牌子 那个拐角车有贴 停止停车 对 当时因为就是我进来 然后天又比较黑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 保安就已经在指挥我倒车了 记得看到很多车子停的位置 并没有划车位线 这一排倒是有车位线 但车子都没有停在车位内 小王说第二天下午过来取车 发现了问题 我的整个车的右前侧的保险杠 整个都是白色 报警之后交警首先是 就是调取 想要调取这边物业的监控录像 但是他得到的反馈是 就是这硕大一个停车场 是没有任何一个监管录像的 让我找不到肇事者 车子保险杠有刮擦痕迹 油漆受损 记得观察到 小王停车的位置 边上有个拐弯通道 车子经过时有一定隐患 正说着 一位业主倒车停进了这个位置 外来车太多 我小时太便宜了停车位 那你停在这里你觉得有安全隐患吗 有的呀 没有办法呀 我要看所以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经过提醒 这位业主另外找了一个位置停了车 他告诉记者 外来车辆停车一个月只收150块钱 小王表示 车子受损后 物业说没有监控 无法查到是谁刮擦的 他打听到 车子的维修费用在3000元左右 我认为物业在这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监管问题 我的诉求呢 就是让物业给我承担修车的一半的费用 现场没有看到安保人员 记者陪小王找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请您留下姓名或者是联系方式 您希望咨询的事项 我请媒体对接同事及时联系您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把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了万科公关部门 对方表示会进行核查 发稿前还没有进一步消息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